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空姐的某某某某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上一次拍了一支關於空服員的工作影片 還有防疫期間空服員這個工作很辛苦的地方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訊息問我說 當空服員好還是當地勤好 那這一次就來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我會當地勤 很多人都覺得地勤是考不上空服的那一群 錯!大錯!特錯!我超級討厭 人家講說地勤就是考不上空服員的啊 很多同事也聽過 你長這麼高 或是你長這樣為什麼我會當空服員啊 為什麼要當地勤 我都覺得很奇怪耶 干你什麼事 好像今天地勤就是比較低等 空服員就是比較高等一樣 我跟你講地勤裡面有非常多人 都是空服員下來 像我這樣飛了不想飛再下來的人好嗎 所以並不是說地勤好像就是一群比較烈等 考不上空服員 以後請不要再跟地勤這樣講 就是一秒惹路地勤 轉入正題為什麼我會當地勤 真正的一個轉類點是當空服員 有一些勾傷 這個都是傷害內部可能看不出來 我之前有很嚴重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常常會痛醒 然後拿筷子跟吹風機都沒有辦法處理這樣 各種附件我都做過電療、針灸、熱蠟 那時候從香港有好一段時間 就是每次回來台灣的時候就是在看醫生 然後看到有點沮喪就覺得 為什麼賺了空服員這個工作的錢 然後一直不斷地回來台灣看醫生 而且空服員這個工作也沒有辦法一直深度旅遊 都每個地方停很短 所以你就是都晚一點點就回來 然後就因為平常工作你都一直在跑 你放假只想要他在家休息 可是我反而是當了地勤之後 你比較有時間可以好好去安排深度旅遊 平常都在工作 然後年假的時候你就真的好好排一個地方去玩 最大的優點就是空服跟地勤這個工作都有 獨立機票這件事情是一樣 下來當地勤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還有一個上次我有講到就是 空服員這個工作的獨立性很高 空服員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飛機裡面發生的事情有關嘛 那就是跟餐點的服務還有機上的醫療急救逃生這些關係 那地勤就有比較多部門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以長期的考量來講的話 彈性比較多的 例如說check-in櫃台有check-in櫃台的作業要學習 然後這些都是地勤 然後地勤還有分在登機門的啊 票務的啊 行李組 櫃賓室 還有一個是在辦公室裡面大家比較不會看到的 總之就是地勤的部門有很多 所以我個人覺得以後如果要去做轉換的話 會有比較多的選擇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學到的東西真的是會多蠻多的 還有就是以前在當空服員的時候都會羨慕就是 別人可以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可以跟家人相聚 例如說過農曆新年啊你可能飛出去就飛一個禮拜 就算真的農曆新年那個禮拜很忙好了 再怎麼樣你還會回家嘛 一定會有一兩天的時間是可以跟家人吃飯 還有就是當空服員期間我覺得感情比較不好維持 因為常常飛出去嘛 被劈腿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那當地勤 這個工作基本上就是比較像是一般上班組 只是你要輪班啊 感情上面會比較穩定 以機率來講 我個人覺得 還有一個上一集忘記說了 就是空服員另外一個很辛苦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要 機上如果有客人就是 嘔吐啊 屎尿 真的憋不住了 在機艙地毯上啊這些我都碰過這些都是空服員要處理 沒有打掃阿姨可以叫你 就是打掃阿姨 但是地勤是在機場工作 機場的廁所是由阿姨去打掃 然後我當空服員的時候真的有碰過客人憋不住了 然後那個黃金屎是這樣 就是地場上面一塊一塊這樣過去 或是你在降落的時候回到你的組員會 坐下之後發現啊 下面就是有一灘吐在你的組員位下 因為可能是在門口 客人真的忍不住了 很多時候這個在飛機上面都是空服員要處 小孩子就是一吐起來的時候在臂上 會不會跟那個哥吉拉恐龍式的噴法這樣子吐 然後當地勤就是比較不會處理到這些 地勤分的部門真的太多東西可以講 還有分很多很多其他的單位 總而言之我當初下來一個轉捩點是工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覺得以長期發展來講 好像有比較多的選擇性 這個部門你現在學了之後 你有機會去到下一個部門去學 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那空服員基本上會學到就是再來就是升艙的訓練 那空服員訓練也是很多很多 東西要記也會覺得也不容易 就是說他的獨立性真的很高 地勤的選擇性相對比較多 然後地勤同事之間感情都會再更密一些 在飛的時候常常組員都在換 我們在飛的時候空服員有八千個人 八千個我真的不誇張 你幾乎每次都不會飛到認識的人 而且台灣人真的很少很少會被排在一起 因為一個班機他只需要一個做國語廣播就夠 所以台灣人很少被排在一起 那地勤就是很多是分小組工作 所以同事你常常幾乎每一兩天 就都會碰到大家感情會蠻好的 所以你只要熟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空服員 我上次有講到夜班飛出去 常常都在熬夜的狀態 地勤雖然也是坐氣顛倒 可是跟空服員這個工作比起來 對身體的殺傷力相對是小一些 雖然我會說這個工作很多不是在半夜起來 準備去上班就是早班 要不然你就是半夜才睡覺 不是半夜起來就是半夜睡覺 如果早班半夜起來就去上班 晚班的話你就是下班回到家睡覺都已經半夜了 雖然跟外面的比起來還是差很多 至少你就需要去調時差 就是像飛到這邊一個禮拜還是這個時差 然後回來台灣幾天然後你又要再飛出去 還有機艙裡面的那個環境 本來就是 不是適合人體長期存在的一個地方 就講一下筋痛 如果你真的在飛機上當空服員筋痛 當空服員絕對不能有筋痛 要不然你覺得你可以是痛起來 在吃脂肪上通膚糖已經太晚了 假設你真的是那種痛到會昏倒的人 你覺得你有辦法做空服員嗎? 你就在飛機上痛到昏倒 你同時要一邊做service 一邊送餐還要一邊照顧你嗎? 你就會變成一個累贅 但地勤說真的 再緊張就是在地面上 你就算是筋痛或是你病倒了好了 就是一場都有醫院 好這是一個很極致很現實的層面 尤其是女生如果你有筋痛或是筋痛很嚴重 我勸你不要當空服員 好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就是為什麼我會當地勤是有一些原因 跟考量之後才會下來 所以請不要再說 地勤都是考不上空服的人好嗎? 你們知道這樣講說 地勤真的會很難翻白眼嗎?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下次見囉 掰掰 我除了有收到很多想要考空服員的人 來發訊息問我說當地勤好還是當空服員好 我也有碰到一些是正在飛的 甚至是外籍航空的空服員 也有問我說當地勤好不好 所以這一兩集 剛好就跟大家都可以聽到 想要當空服員 就想要當地勤的利弊在哪裡 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囉